因為我上綜藝節目壓力很大 因為我覺得我很容易講錯話 對 有真的在別的節目 讓別的前輩不高興的嗎 是在這裡耶 在這裡 講什麼 我跟偉忠哥一起來的時候 然後呢 然後我就在... 那時候他是我老闆嘛 因為那時候他在金星 然後我就在他面前說 就是薪水很不好這件事 我記得這件事 我記得這件事 你看有多嚴重 可是我搞不清楚狀況 因為我們就挑撥離間啊 我們就問說 他覺得有什麼要跟老闆講 他好像有提到說待遇不夠好 對 然後我回去被大罵一頓 回去被他罵一頓應該也不可以這樣 不是偉忠哥罵我啦 是經紀人罵我 他是我的恩人 是喔 因為我的第一部 因為我一直很想要 在這個圈子有一些作品 然後我就... 因為偉忠哥就讓我去演了 他的那個舞台劇 就跟趙哥一起 就是他在內地很紅的那個舞台劇 然後因為有這個 然後才讓一些導演看到我 原來可以演戲 有其他的發展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媽媽媽 當初來上康系的片段 我要轉台 媽媽 我要哭了 好想人喔 媽媽 我想念你 你最近好嗎 你最近好嗎 有... 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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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因為你決算 好 先不要決算... 那個媽媽媽 是 這個躲避球 是 好 請你砸他 我砸他 用力阿姨 你被砸他 你被砸他 你看... 你看...我說媽媽媽 拚啊 我怎麼能跟媽媽媽比 為什麼不能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看起來很時髦 然後他 還問我 你們兩個寫行差不多耶 沒有 我要去做一個故意 要道歉嗎 跟他... 要... 要告訴她 要不要... 我反正就沒有 我馬上說沒有 妳該辦人在衛生巾 然後看看媽媽媽的照片 媽媽媽辦一個... 我說不出來是注音台啦 就是古裝啦 OK 是很像以前的那個月曆 是 對不對 擺姿勢這件事情 有人指導你嗎 沒有 很專業 你怎麼可以指導你 我跟他... 拿下來了 你 很業啊 阿姨 沒有 我跟妳講 我看的總結就是 看到一個胖胖帶 沒有 妳好靈活喔 對... 超級少數 我們看片段覺得他活動量好大 是 我跟你講我那一次 第一個就是不是穿短褲嗎 做運動那一次 那一次他們講說大家都要穿短褲 結果大家都穿長褲 只有我一個笨蛋穿一個短褲 對 可是後來發現你參加的單元 其實很多元化耶 多元化 對啊 什麼都可以 每次來上的時候覺得好玩嗎 我不曉得耶 反正我覺得很快樂 就可以看到一些朋友啊這樣子 然後跟人家講講話 不像一個人就坐在對著電視 電視那個人又不跟我講話對不對 那其他就是畜生嘛 餓狗啊 貓啊 反正你看我 我看你就是這樣子啊 可是妳來之前會問說 同一集其他人是誰嗎 我不會問 我來了才知道 才恍然大悟 所以沒關係 可是不會有那種一到現場 然後發現是有討厭鬼嗎 也沒有耶 我也沒有討厭誰耶 我回家想 我也想不起來我討厭誰 我沒有討厭人 因為他就是都不記得 完全忘記... 所以剛才看的畫面 是妳都記得妳來過的嗎 我剛剛看我才知道 要不然老早就忘了 是 妳有驚訝說妳做過這些事情 對啊 什麼跳舞的我也忘啦 我真的不記得耶 我不記得他有拿躲遇上砸破 我也不記得 可是漢典你... 你記得這... 你不記得這些內容嗎 我看到我才想起來 因為我忘記我被砸了 因為我好像常常被砸 沒有 可是那個是等於是你帶頭 所以算是你的主秀耶 算主秀 但是我真的也是 因為真的錄多了啦 所以需要再被砸一下嗎 不用吧 現場應該沒有吧 沒有...這個...這個比較... 刷刷力比較大一點 你在康熙的時間比我想得久耶 對 幾年了 大概四年多 快五年了 你有四年多了嗎 我記得我好像200... 那畢業啦 就算念大學都畢業了 我覺得你差不多了耶 五年了 你可以開始轉換跑道了 不會啦 你這邊走得好好的嘛 開始經營副業 真的 去酒店當經營的人 所以依依妳都記得妳每次來 做些什麼事情 我記得啊 都大概 那有...現在已經不會故意 去把自己上過片段 蒐集起來了吧 不會 我電腦裡面都有 要純 可是因為我蒐集 其實也是因為我想要檢討 尤其是先從外型吧 因為我覺得好像現在 大家都長得差不多 都是假睫毛什麼 然後穿得比較性感這樣 所以我現在想先... 想轉換跑道 因為我比較想當演員 有 妳今天單妝很淡 對 可是因為我很沒有自信說 淡妝在螢幕上的樣子 所以我不想跟你們講話 就不用被拍到 我覺得看起來滿好的 很漂亮啊 真的嗎 妳講得沒錯 至少妳的眼睛沒有就是這樣 對 妳有屬於自己的眼睛 對 因為我看好像以前片段 都很誇張 是 對啊 所以... 狄智傑也會蒐集自己的片段嗎 會... 所以是上網去搜尋 然後把它們存起來 是 把它抓下來 然後也會檢討當日表現嗎 會檢討耶 對 但是後來其實會發現 檢討並沒有什麼用 已經過了 對 而且妳當下那個情緒 妳當然都知道自己應該要幹什麼 但是妳當下那情緒就是出不來 或妳就是不會接到這個 譬如說我到現在 我到今天這一次我來上康熙 我都還是很緊張 不知道 就是你們兩位 所以妳的性情是說 妳回到家會想說 我剛剛應該要講什麼 然後都一直沒講嗎 沒有 回到家 我等一下上車我就可以開始想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無重一點 這是真的 可是妳回家不會想嗎 對... 因為比方說最簡單 就是我們每一集錄完 我們不是都會順一下 今天剛才錄過的內容 然後希望把哪些整修一下的 那個需要想耶 是啦 因為除了漢典不在乎 我們錄了什麼之外 我們別的都很在乎 有 我也在乎啊 我也想說哪些東西要剪掉 要修剪 我每一集錄完都會想說 為什麼沈漢典還在 這件事我總是會想很不吹 他把它剪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